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ost of Grace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添加表约束 换句话说 咱们今天要为表的字段添加一些个约束条件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表字段的约束条件 什么叫约束条件 咱们前几期做过一个文章表 里面有个标题对不对 当时我设的长度是255 换句话说 这个标题最大长度不能超过255 这个就叫做约束条件 那咱们都有什么约束条件 今天学习一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实战演习 这个地方我有一个鉴表文 大家请看 鉴表文跟以前都是一样的 create table 然后跟表明 然后后面这个 是这个表的各个字段的描述 大家请看 这个字段名后面跟了一大堆其他乱八糟的 每行都不一样是吧 什么意思呢 咱们先甭管 先往下看 这个地方说明 约束条件 什么叫约束条件 大家请看 这我给举了几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note now的约束条件 什么意思 就是说 这个字段不能唯空 比如说这个用户表的用户名 用户名不能唯空吧 唯空这还叫个用户吗 对不对 所以说用这个note now来标志 这个字段不能唯空 还有这个unique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字段 在这表中要唯一存在 比如说用户的id 比如说用户的email地址 必须要唯一的存在 所以说这个字段 比如说我想设计个表 这个表呢 比如说文章的标题不能重复 那就在标题里面设个unique 就可以了 当然了 现在有的这个主流设计 不是用表字段的唯一存在 而是用唯一存在所引 也是一样 效果是一样的 接下来check 这就是说 比如说咱们默认的约束条件 不够咱们使了 不否咱们也有需求 那咱们可以做一个check函数 自定义这个字段的约束 也是没有问题 一会咱们也会看到效果 接下来default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有一个字段 我默认给什么值 当用户insert的文 没有传过来的时候 我默认给它复什么值 default 来复默认值 最后这个非常重要 主key 这个主key 自带两个属性 填属性 一个是非空 一个是唯一 来标识的这个记录的主件 这个表的主件 这个是经常的会用到 几乎就百分之百会用到 以前咱们做这个表设计的时候 这个主件 是复合主件 很多字段加一块联合做主件 近几年这种设计好像不流行了 都是设计一个VID 来标识这一条记录的主件 唯一的key 我现在最近设计数据库的时候 也是喜欢这种设计 不做这个复合主件 就单一个ID做主件 这样便于增山查改 非常的方便 不过这个是数据库设计的话题 咱们看完了约束的条件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 我这给你举了一二三四五个例子 好那咱们看看 又觉得该怎么用 这个地方 键表 首先咱们键一个ID字段 一看ID就知道 这是主件 所以我这写了一个 它是序列的类型 然后是个主key 主key就是说 这个字段必须有值 而且必须唯一 接下来title字段 这是个文章标题 咱们上去也定义了 八叉形可变字长 然后是最大255个字节 同时这个字段不能唯空 note now 你声明一个文章表 结果文章没有标题 不像话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 但是你说有的业务说 文章的标题就可以唯空 没关系 那咱就把它去掉 也无所谓 根据您的业务需求 来决定这个表字段类型 表字段的约束 接下来内容 内容我给一个text大长文本 然后这是做一个check 大家注意看 就是我一般的默认的表约束 不能够满足我的业务需求 所以我再做一个check函数 里面怎么写 大家请看 我这个内容必须要大于三个字符才可以 不过咱有的网站 现在不说三个字符 都觉得有点短 比如说八个字符 对吧 我书 我建一篇文章 我的文章的内容长度 不能说是发一个啊啊啊出去 这不行对吧 必须得是有一段的文字 那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就设置了 我这个内容必须要大于八个长度才允许追加 这是咱们这个 尤其咱们谷歌那些网站 非常常用 有的朋友就打个AA 会打个666 这一般不让过啊 我是这么设计的啊 好 接下来字段 is draft 是不是草稿 这是不是草稿肯定是不耳型嘛 意思嘛 是否 要么true 我呢定一个不耳型没问题 然后默认只给为true 换句话说 当用户新建一篇文章的时候 默认认为它是草稿 除非它点击这个发送 点击这个发布 咱们认为它才是真正的发布 否则保存的时候呢 咱认为都是以草稿性质保存 所以这个字段呢 默认给的true 它是草稿并不发布 接下来 这是逻辑删除的flag 它也是一个不耳型 默认是不删除嘛 对吧 是删除吗 false不删除 当有一天用说这个文章我不想要了 我想把它删掉 不想再发布了 那点这个删除 其实上没有物理删除 而是做逻辑删除 对不对 其实咱们在做这个表设的时候 我推荐大家都要做逻辑删除 不要做物理删除 不是好习惯 推荐您做逻辑删除 好 接下来就简单了 定一个时间戳请 是哪天发布的这篇文章 这是年月日 然后默认的给一个什么 闹 闹函数 就现在嘛 当时追加这篇文章的一个时间点 就是闹 这就是大概咱们这个键表文啊 好 那咱们今天就执行一下 把这个表给在键上 咱们试试啊 首先 我先到这个控制台 然后 咱们敲psql,blog 进入我的数据库 然后 打一个dt 看一下我的表 现在我已经存在这个post表了 对不对 那该怎么办 我先把它删掉 怎么删 咱前两天还记得吗 咱们当时学过这个命令啊 drop table 然后post 把它删掉 没问题吧 然后看一下 删掉了 好 那咱们退出 然后咱们呢 建一个dbsql的文件 为什么建文件 因为我这个时候代码 我不想在这个命令行手敲啊 我准备用这个导入 sql方式 把它导过去 好 咱们存盘退出 这样咱们建了一个键表的sql文件吧 然后咱们再进入,blog 然后用哪个命令 -m 对吧 然后db.sql 把这个表插进来 没问题吧 然后咱们再点dt 求是在 没问题吧 然后咱们再-d 看一下这个表的描述 也是没问题 大家请看 我后面的约束条件 都一个一个的追加了进来 非常方便吧 对不对 这样的话 大家请看这个主件也都过来了 而且是btree 是这个id的这个字段 而且呢 默认给咱加上一个缩引 所以算法是个btree算法嘛 对不对 而且呢 咱们这个内容 咱们做了个check 确实是必须要大一等一八 才能够插入 这就是咱们简单的键表的约束 然后这个表该怎么用 如果是插入的话 非法的话 该怎么报错 我是觉得这样 我这一期视频不能太长 我下期给您讲解 这个表咱们操作 如果违反约束的话 该怎么报错 咱们下具体的 操作 咱们下期再见吧 好 今天我这个sql文呢 会放到看中国的服务器 然后今天的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优酷 供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观看 好 那咱们下视频再见吧 拜拜